我突然昨天在想一个问题 当然是有某种原因 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那什么问题呢 各位有没有人知道 亚斯伯格 这个 就是说在心理学上面的 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 我说亚斯伯格可能就没有 大家都不太知道 但是它是一种 自闭症里面的一个 一个特殊分类 自闭症有很多种 有比较 比如说低功能的自闭症 有比较高功能的自闭症 那亚斯伯格呢 是通常被认为 是跟高功能自闭症 是同一件事 也就是说呢 这类的人 他的智能其实是 至少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 有时候更高 但是呢 他们会有一些现象 什么现象呢 第一个特征就是 社交困难 你会看到很多 在专注型的那种 人格特质上面 他们的社交会困难 那但是呢 他还会有一些 狭隘的特殊兴趣 然后呢 还有重复的特定行为 就是会 他会有故作 OK 那我怎么讲这个呢 我觉得其实这里 其实很有趣的地方是 第一个 他会 指出一个方向 如果你曾经在写城市的公司待过 你就会发现说 在城市领域的公司管理 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没有办法管理城市人 尤其是城市高手 你完全没有办法管理 他完全是一个 处于失控状态的人 你跟他讲理由 他可以举出五种理由来反驳你 然后 他的智能也很高 甚至比你高得多 他的能力也很强 甚至比你强得多 你叫他去做一个城市 他不认同 他不帮你做 他告诉你五种理由 失踪理由 说做不到的原因 但是这里面有一些心理因素 但是另外有一些是 OK 这种情况 其实造成高科技管理的 一个大问题 台湾其实不会处理这个问题 我发现台湾完全不会处理城市 高科技领域的管理问题 好 那 这些其实 其实我后来看看看看我发现说 我很直觉认为他跟亚斯伯格有关系 当然所谓的关系我是觉得他们的很多特质是一样 亚斯伯格跟城市人的很多特质是一样 所以我记得我在注意到这个问题是 其实长久以来我一直都有觉得有这种倾向 因为我本身就很自闭 那但是呢 其实我还不够强 我特别发现很多那种城市很强很强 强到不行的人 然后你就发现这个人的行为怎么那么怪 你会发现 那有一天呢 那在去年 去年呢 暑假 有个朋友的小孩 来找我 因为他们知道说 我之前教了几个 国中的三年级的 小孩 然后教他们城市 然后那个小孩就知道说 那他跟他爸妈讲说 那我想 去跟那个中城叔叔学城市 说好啊 那就来 然后我教了几个这样的小孩之后 我发现说 其中有一个小孩 就是我每次教教教 其中有一个小孩 哇 这个小孩我觉得他是天才 但是 这个小孩 我觉得这个 这个很天才的小孩呢 其实 我的意思是在城市上面特别有天分 不是指其他领域 然后你会发现说 后来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 他本身呢 就是被归类为 妥瑞士症 但是妥瑞士症 又不是亚斯伯格啊 亚斯伯格是指自闭 妥瑞士是什么 妥瑞士是 其实他 我觉得在这种心理精神上面的疾病 有时 有时候是 是 你根本不知道原因 所以你只好根据他的症状 给他一个病理 那 亚斯伯格的话呢 那 就是说 OK 他是 已经 被归类为自闭 但是问题是 他其实是 是智商很高 OK 但妥瑞士是说 他会伴随一种特性 就是 他会不自主的战动 不自主的战动 而且发出声音 很多时候会发出声音 所以你常常会 有时候看到 有一些人 然后 他的特性就是这样 他可能用电脑 用电脑 或者是他 或做什么事情 然后突然之间就 呃 然后再过一阵 呃 一直呃 呃 对吗 OK 这种 这种就被归类为妥类式 OK 那 这种其实 那不是他想要的 他天生就这样 而且是 通常妥类式是 他在紧张的状态 他就特别容易这样 他有时候 有时候不紧张的状态 他好 好好的 那一紧张起来 他就一直 呃呃呃个不停 OK 那 后来我今天早上特别在吵 发现说 诶 赤捞针上面有一篇论文说 这些病是有关的 有有研究指出这些病是有关的 而且他部分的研究都指出这些病其实都是大脑前额业的功能 跟一般人不同 那其实你说他是一种疾病其实不见得是 他可能就是以几率统计而言 他就在常态分配的两个端点 那在城市领域的这一端呢 就是 就是他有高度的 高度的自我封闭的倾向 所以才叫自闭 那但是这种人呢 他可以很专注 他的专注力超乎常人 然后你就会看到 OK那如果是这样 其实这两个东西感觉是有关的 做城市的人通常专注力超乎常人 当然不是名侦探柯南 那做城市的人通常要专注力超乎常人 怎么样专注力超乎常人 他想下去 最最极端最极端的一种 天才型城市人是怎么样子 你在跑城市对不对 你是不是要写 写完那个城市呢 然后呢你再按下去 Run然后跑 那最极端的一种城市人 我到现在都还没见过的 是不是 你可以想象有一种城市超人 那种城市超人长什么样呢 长得可能长相不是问题 重点是 他 他重点是 他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他的脑袋里面 他脑袋怎么样不一样呢 他的城市写出来 他可以在脑袋里面跑完 然后告诉你结果 那我们一般的人是没有办法直接在脑袋里面跑完 这样每一个step 然后告诉你结果 那他的脑袋可以专注到变成一台电脑 直接跑完告诉你结果 那这种人就非常具有变成城市超人的那种特质 但是另外一个现象是这样子哦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那在理工科领域呢 本来就是男多女少 对 那在人文社会领域呢 往往女多男少 你稍微校园走一下就会知道了吧 我们现在在场有几个女生很少 但是呢 男生大概占了百分之 应该有80以上 可能到90 OK 那这个现象为什么 数理墙跟文组墙 是有关系的对不对 可是数理需要什么能力 文组需要什么能力 有没有讲过 到底数理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文组需要什么样能力 那这边呢 你就会看到如果以专业的研究来看的话 亚斯伯格的特质是什么 其实先前的人家不断的归纳 不断的去看亚斯伯格的人的特性 然后其实为什么叫亚斯伯格 就是因为有一个 就是创造出这个亚斯伯格证的名词的人 那个人叫做亚斯伯格 是因为那个人 创造出这个疾病名词的人叫亚斯伯格 那为什么他会创造出这个名词 是因为他专门收集这样的小孩 然后呢 因为他专门照顾这样的小孩 他对研究这类小孩特别有兴趣 而且他不是研究他 他很关心他们 那他觉得他们其实是天才 但是呢 没有办法接受受到社会认同 那你就会看到很多城市人也是这样 他是天才 但是他没有办法受到社会认同 然后他专注在自己的小领域 不断的转严 不断的转严 然后呢 对外在的世界毫无感觉 那会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第一个最明显他们归纳出来的特质是这样 这些人没有办法玩家家酒 这些人玩不了家家酒 玩家家酒需要什么特质啊 小华啊 我们现在来玩 我当妈妈 你当baby的游戏 然后我就要想象 我是妈妈 你是baby 现在呢 这个滑鼠我们把它当成香蕉好了 我当成奶瓶好了 之类的 然后就开始玩起来 但是呢 你会发现亚士伯格的人 他没有办法玩这种游戏 为什么 他没有办法假想自己是妈妈 因为他不是妈妈 然后他没有办法假想 这个滑鼠是一根香蕉 或者是一个奶瓶 因为他不是香蕉 也不是奶瓶 他逻辑很清楚 你明明不是香蕉 不是奶瓶的东西 你告诉我他是香蕉 他是奶瓶 你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办法玩角色扮演游戏 这是 这是亚士伯格第一个特性 或许有些有 但是就说 他们这个倾向很弱 他们很难用这种方式去玩 去认同 去认同 去理解 他也不想要这样做 OK 然后呢 第二个 当你没有办法玩这种角色扮演游戏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有个问题 有个问题 就是 他没有办法用其他人的角度来看事情 因为你要玩角色扮演游戏 很难 因为他没有 无愿意或者是不想 去做这种换角色 然后做另外一个角色的同理心投射的这种事情 OK 那第三种特性就是 他对特定的领域会产生 产生高度专注的故着现象 然后他只想谈论该领域的事情 然后离开该领域之后 他不知道跟人家谈什么 比如说 你碰到一些很强的城市人 他整天都跟你谈城市 你一跟他谈说 那你有没有交女朋友 他就挂 那 这样的特性其实 造成城市人有时候很悲哀 很悲哀哀 他 他是个天才 然后呢 但是问题是 他在现实世界里面却被排挤 很多科学家也有这样的特性 所以当然不止城市人 有很多工程啊 科学领域的人 就是有这种特性 但是你把它反过来看 你会发现说 OK 那为什么女生的城市人特别少 那为什么女生学工程特别少 为什么 那我记得我 我前 大概半年前吧 我曾经听那个宏兰讲到一件事 就是 宏兰就是那个中央大学的 神经科学所的教授 那他讲一件事说 男生的大脑结构跟女生的大脑结构是不同的 很明显的不同 他们在解剖学上面就是不同的 不需要用到核磁共振 就知道不同 解剖学上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男生的大脑结构 两个左右脑之间的连接很细 很小 左右脑几乎是分离的 女生的大脑结构 左右脑之间的连接很强 很粗 左右脑很难分得开 那这是不是对 对女生的工程领域和女生的城市人 特别少的原因呢 我没有办法断定 但是我觉得很有可能有关系 那而且呢 在刚刚所讲的像 亚斯伯格 土瑞 这些 后来你会看到说 很多医学的研究指出 他们跟一般人不同的地方是在大脑的前额页 额页的前部 会有不同 那前额页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我还没去查 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我记得 电竞学手也有同样的特色 就是当你在玩电动的时候 你的血液会集中到大脑的前额页 所以到后来那些电竞高手 其实他们的血液 就是在外面电动的时候 他可以高度的集中在大脑的前额页 让他活化的很强 反应就会很快 那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关呢 我不知道 我只看到说 OK把这些东西串起来 那我们看到一个很很奇妙的世界 这个很奇妙的世界 我们完全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 但是呢 我现在要先提醒一下在场 如果有刚刚我所说的城市天才 特别建庭要注意一下 不过我觉得建庭好像没有这种特质 因为建庭的社交能力 我觉得还OK 并没有说 并没有说建庭你有玩过家家酒游戏吗 没有玩过家家酒游戏 OK好 那你觉得 你觉得你自己 从来很少玩角色扮演吗 我不是只电动的角色扮演的 我是只能实际的 很少是不是 那你会常常采用 别人的角度来看事情吗 不会OK 对 那你好像有真的有这种特质 然后呢 你除了城市以外 你跟人家聊什么东西 你会很自然吗 还好 我觉得你这一点真的还好 没有到走火入魔很深的程度 OK 但是有些很多 其实他会到很深的程度 也就是说 他除了城市领域以外 他就很少跟人家谈这个东西 其他东西 但是不代表只有城市领域可以这样子 而说这种人他具有高度的专注力 一旦他专注在某个领域之后 他就不会脱离那个领域 跳到别的领域 比如说我记得比尔盖茨就是这样一个人 比尔盖茨之前 人家那个记者去访谈他的时候 然后就会发现说 记者跟他访谈 然后呢 讲城市领域的时候 比尔盖茨就侃侃而谈 讲很多 然后跟你跟你提到 然后很开心这样子 然后呢 突然之间记者说 那我们就是换了一个领域 换了一个领域 不是讲城市领域 不是讲他们公司 不是讲技术的层次 然后换了一个领域 比如说社会领域之类的 然后呢比尔盖茨就坐立不安 然后没有办法 持续的正常的跟记者对谈 所以如果你有这种特性 或许你是比尔盖茨 对 那 我不确定 我只是提出这样一个假说 假说 城市人跟雅士伯格 具有类似的特质 或许这是个假说 有没有人可以验证 不知道 如果你哪一天做了脑神经领域 或心理学的实验 或许你可以想办法验证这件事情 好 好 然后 这里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里有个 你看 自闭症的比例 大约每一万人有十到十五名自闭症患者 男女患者比例约为四比一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男生明显的高很多 四倍 那 男生高很多高四倍 这个在统计学上是绝对明显的意义 那已经不用测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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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 完全是明显 而且 你怎么去 怎么去调整那个假说 说不明显都没有用 高了四倍 这是绝对明显的意义 那 像台大有一个团队他就发现脱普易共煤的抑制剂 他会造成这部分的影响 那这个是比较偏科学上面的 那你就看到说 ok 好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讯息 他说 自闭症 自闭症 躁郁症 他们发现相同的基因变异 自闭症和躁郁症 其实拥有共同的基因 然后呢 他说 自闭症 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这个就是过动症 然后躁郁症 还有抑郁症 还有精神分裂症 过去被认为是完全没有相关的 但是 啊 那个研究指出 说 这个东西其实是相关的 那他相关的呢 啊 他说DNA上面有四个特定区块和精神疾病都有关 其中两个基因确定 跟钙离子通道有关 所以是不是钙离子通道 会影响这个 暂时让我胡扯一下 如果钙离子通道影响这个 那 以医生的角度 他就 那我控制住钙离子 我就控制住这个疾病 对不对 OK 那但是以我们的角度而言 我们想说 那钙离子是不是 用来活化大脑某一部分的 的元素呢 那活化的那一部分大脑是不是在 这种专注领域特别强 比如说城市这种专注领域特别强 特别重要 OK 所以不知道 就是 只是猜测说 诶 这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那 所以呢 还有一个我想要提醒各位的 特别是女生 什么事呢 就是未来你找的老公 如果 他有这方面的特质 你应该先试着跟这方面的特质 相处 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办法 容忍这种特质 那你可能要考虑要不要跟他结婚 但是其实他们有很好的地方 举个例子而言 通常亚斯伯格 有什么特性 第一个特性就是他不会骗人 他完全不知道怎么骗人 他的基因决定了他不骗人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骗你 所以如果有一个男生 他对你甜言蜜语 然后呢 就只是为了要跟你上床 那 这个人肯定不是亚斯伯格 所以他有好的特性 但是你也要接受他坏的那一面 他坏的那一面就是 他完全没有同理心 他也不知道 说该怎么跟你表达说 温暖 柔情 同理 安慰 如果在这方面极强的时候 他这些事情他很难做到 所以当你在碰到未来的配偶的时候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这样的事情 那我能接受 我能接受这种人格特质 OK 但很多很多人他会希望说 对啊我女生想要的就是这些 但是 当你的老公他的是这种人格特质的时候 他就很难做到这件事情 那如果你一味的苛求他 或者不见得是苛求 就是说你一味的只是希望 从他身上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梦 那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其实结婚前 你到底想要认识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往往把最后的最终因素就决定在一个 就说有没有爱身上 这根本就是误导 误导 就算他很爱你 他没有办法从一个亚斯伯格变成一个政治家 没有办法 因为这是他的天性 已经磕在他的DNA里面了 无法改变 当然他可以很努力很努力的去改变这件事情 但是他会很痛苦 当他很努力的改变这件事情 让自己突然之间从一个城市人变成王金平的时候 他就会很痛苦 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欢这样的男朋友 那你就要应该要接受他这样的特质 否则的话呢 你可能就要想一想 我们到底适不适合在一起 所以我今天的话题 会不会讲的太奇怪了一点 但是反正有时候是这样 就是我想到什么 我讲什么 那我会回到 回到我们真正的课堂上 但是因为有些东西 这种东西 我今天如果想到这样的事情 我不跟各位讲 为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 我不是很极端的城市人 但是他对我的人生就已经影响很大 那如果是那种很极端的城市人呢 或很极端的亚斯伯格呢 那他对你的人生会造成无比的影响 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个 你可能 对男生而言 你可能在交女朋友上面 你早就 一开始就有很多障碍 就算有一天 你找到一个女朋友 你结婚了 然后呢 你会发现 你跟他相处 你会有很多障碍 你会很痛苦 然后他一直要求你 你也一直要 一直觉得 他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样 有一本书叫做 什么 女人在金星 男人在火星 大概就是 讲类似这种特质 那 男生和女生确实不同 你从那个 念工程和念文组的比例就知道 但是 这个金星和火星之间距离虽然很遥远 但是你可以 我容忍你是金星 你容忍我是火星 但是我们偶尔 互相 包容 能够对 为对方想一下 我在金星的角度 我 我稍微用火星的角度去观察世界 我在火星的人呢 我就 稍微用一下金星的角度去观察世界 那 你们的生活 可能就会好很多 同理心 但是 如果你碰到的是亚斯伯格 他要 从这种角度去观察世界 对他来讲 很困难 很困难 你必须要体谅这一点 很困难 好 但是 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 但是只是 真的是 有感而发 那 这件事情在我的生活周遭影响很大 好 那 大概是这样 好 刚好 居然我已经讲了一节课 好 9点56分 好 那就 先休息吧 好 休息到10点10分 我们再来上课 好 好 好 谢谢 好 好 休息 好